地球北线30度之谜,例子一物,在地球北线30度,比如恰好见在精确的地球路快中心的古埃及金字塔群,以及令人难解的师生人面相之谜,神秘的北非达哈拉沙莫达西里的火神火种壁画,死海,巴比伦的空中花园,传说中的大西周城墨处,以及令人惊恐阿照的摆目大三角区, 让无数个世纪的人类踏被观止的远古玛雅文明一直等,地球北线30度线常常是飞机,轮船是湿的地方,习惯上把这个区域叫做死亡漩涡区,人们不禁要问,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些不可思议的现象? 我认为,是暗物质的原因,从本质上讲,宇宙是由暗物质组成的,我们看到的有形物质,心体,也是暗物质摩旋举即下生成的产物,是极少的部分。 由于暗物质的无形特征,它的运动与作用往往被忽视,我们更多的会关注到有形物质的运动,却不知那是暗物质运动造成的结果。 建幅图,图中蓝色部分代表斥力,暗物质向外展示的区域,红色线代表斥力从中心向外运动,我们看到,在南北纬30度位置,斥力从中心向外运动,穿行地球物质的距离要短,而在斥道位置的斥力,却要穿行更长的距离,于是,就会在这里产生了斥力运动速度,快慢的差别,形成大大小小的暗物质,窝流。 由于我们人类现代科学,还无法直接观测到暗物质,这些暗物质窝流就给这个区域,带来了更加奇异的谜团。 在地球上,所有的物质都处暗物质的运动中,看似有形的物质包括人其实都早已被粒子化,只是我们已经天生习惯了这种空间环境,没有了感觉而已。 其实,在四平静的空间中,学科都涌动着暗物质的团流,它们运动速度的变化,会随时引发人类的灾难。 你在电视中看到过扯桌布的游戏吗?在桌面的桌布上,放着针马的酒杯,当表演者用几块速度的扯风桌布,酒杯会原地不动,杯中的酒也不会洒落。 这情景像我们人体被粒子切割,表现没有解体一样。 但是,当表演者拉扯桌布的速度减慢,酒杯就会跟随着桌布,离开桌面人有的位置移动。 也就是说,如果粒子桌布运动速度减慢,其存在的物质必然会被带走,产生疑问。 我把这种现象称着粒子一物,在地球尾线30度空间,有众多的大大小小的窝流。 如果粒子运动遭遇了这种诸步减速效应,奇异的景象便会在瞬间发生平静的海面上会突发巨浪,轻速船只,外里无余的天空中,飞机会离奇空弹,人在这里,会瞬间被引离得无影无踪,远古的景象也会在现实中复原。 可见,那粒子运动速度的变化,会使我们安然存在,也会使我们在瞬间消失,又可能使我们在某一时间重新复原。 我们知道,物质的运动方式是螺旋的,所以必然会形成轮回。 在地球尾线30度窝流恒生的空间中,谁偶遇了粒子快语乱的运动转换过程,谁就有可能在今天的现实中复活。 或许,有一天,我们人类科技会利用粒子引物,开创出全新的粒子运输方式,我们将不再借助任何运输工具。 可能只要在手机上,轻轻地按一下按钮,就会通过按粒子无形的运动,把眼前任何物质,让我们等待粒子时代的早日到来,它将改变整个世界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